弟子是为了武当设下 你只是一个下属 武当派怎么样 也用不着你作识 袁飞扬的身世 查到没有 他原来是听说的苏生子 住师 袁飞扬 狐杀掌门 是谁毒使你的 我没有杀害掌门 武当能否长存 就看你能否领备到天惨宫的阵力 你跑不了了 天下之大似乎没我容身之地 你们要我动手还是自己了断 受到了 继续 伤痛 我觉得已经也很可笑了 继续 伤命 接衡 接衡 接衣 接湯